美国911恐怖袭击后 全球航空公司都加强客机驾驶舱的保安 以防万一 驾驶舱处于锁住状态时 在外的机师可以按下键盘发出进入请求 驾驶舱内就会发出持续三秒的警示声音 驾驶舱内的机师 随即可通过摄像装备或窥视孔检查对方的身份 才决定是否开门 如果机师无法做出反应 在外的机师可以输入紧急密码 驾驶舱内就会发出30秒的警示声音 接着自动打开门 不过在驾驶舱内的机师也可以拒绝紧急进入请求 紧急密码就会失效 舱门保持锁闭 任何人都无法进来 而这解释了为什么坠毁的德意航空客机机长 在离开驾驶舱片刻后无法再度进入 请不吝点赞订阅